大家好我是洪超 那今天來分享一下這個有獎競猜喔 對那這一期呢其實非常的刺激喔 大家都實力相當 所以人數其實也是差不多的喔 所以我會蠻建議大家有空的就來參觀一下 然後為自己喜歡的陣營來加油喔 那第一階段呢的第一區喔 雖然新聯盟只有三個 但是他們三隻都太強了喔 那相對於日盟這邊的話呢有五隻 那像夜城跟陳柳三哥真的 反正他太強了 他一定一開場可能 躺雞阿小小的那個火龍小弟阿可能都會死掉吧 那濮陽跟南皮必定會留下來喔 因為主力就是三隻嘛 蘋果的主力就是三隻 那這邊靜陽北平夏皮北海的話 我不確定他們最後會怎麼樣 他們也可以留下來 但是對於我的話 我的看法是不希望他們 他們最好是可以互吃 以減少這個給蘋果的加成喔 不然到時候如果三哥直接吃了這麼多隻的話 他直接競爭為大魔王 對那 呃像 這邊我就不確定 所以這邊大家 要的話是可以輪空的喔 像我可能就會覺得說 欸 零四小火龍選一隻 那Justin跟鬼的話 我覺得Justin比較強吧 我可能留Justin下來 好但最後還是要 看他們的想法是怎麼樣 好那 第二 第一區的話 沒有意外一定是 帥母 拿下勝利的喔 那第二區呢 第二區 就是 金丁這邊的人都拿下來吧 那因為也沒有敵人 所以 這一區百分之百 我覺得大家全部都留下來了 那 可能等到第二階段的時候 才會忽視加成 第二區百分之九十九會全中吧 好那第三區齁 跟第四區齁齁 都是屬於所謂的 關鍵齁 因為 現在是 呃 新聯盟拿一區 然後我們這邊那個 金丁這邊也拿下一區 1比1齁 那 第五區呢 一定也是新聯盟這邊拿下齁 像 亨利也很強啊 諸葛山啊 那 其他這些其實都會留下來的 齁 所以現在是 新聯盟兩區 然後 金丁這邊 一區齁 齁 全部都會 留下來 他們也是 跟那個金丁那邊 那一區是一樣的 就是 會 全部留下來 第二區 第二階段的時候 再去吃加成 齁 最重要的 最刺激的就是 第三區跟第四區 朱跟搖雲 搖雲一定贏啦 這個 沒有什麼好講的 然後 特級小兵跟檸檬 嘖 這真的是有點難選 你知道嗎 因為 我會覺得 這兩個的情況是勢均力 就是看誰 比較有戰役而已齁 就是 誰的戰鬥力比較高 誰的 實力是相當的 齁 那 那 大家可以到 明天中午12點前 看到時候的反應齁 有沒有差軍旗啊 有沒有開滿招兵啊 再做決定齁 那我覺得 這兩邊就是 看誰比較肯打 齁 那 豫章劍南 0050齁 這 0050耶 還蠻好 蠻 蠻有股票的感覺的 齁 那這邊的話呢 太過分跟PON齁 我覺得太過分一定會贏 齁 齁 那 0050的話 因為 愛國最強的隊伍齁齁 他裡面有兩個皇帝 和所有豪華的陣容都在這 那 00的話呢 我好死不死齁 我在裡面齁 那 我只是在裡面打個偏將 但 裡面有我的 一個好兄弟齁 他在打的是主將齁 所以照理來說 我怎麼樣都會支持我這一隊 但又覺得愛國也不會輸齁 所以 我可能下0050 都會活著吧 愛國比較擅長於 嘖 就是我覺得他打得比較保守 那 現在要一次把他們三隻打算太難了 那 也只希望說 欸 王爺啊 還有那個另外一個雲巢的 也是皇帝的齁 也可以打得相對來保守一點 那 第四區齁 第四區這邊就刺激了齁 因為 第四區的第一階段齁 這邊的主力是Shot跟TWN 一定會留下來 他們兩個齁 如果 其實有些時候排這些 區域齁齁 對陣陣容的時候 又有一點運氣運氣 他們兩隻最強的 居然第一回合沒有打到敵人 那就吃不到加成了 齁那 那像這個 黑點齁 黑點也是 從那個新聯盟的紅點跳過來的 上俊打安定 上俊一定是贏的啦 上俊沒有打贏 其實都可以去切斧了 一定贏的 齁那 這個五威天水齁 也是一定會贏 這樣子齁 然後 長安跟 漢中 五威天水就是 他兩個是同陣容 同陣贏的 所以會留下來 長安和中的話 這個 越南人應該是會贏成全啦 齁 只是贏的 多贏的少而已 就是 時間點的問題齁 齁 那最後就是 再比戰役啦 齁 那第二階段 看 有沒有猜對 有沒有猜 第一階段的時候有沒有猜對 才可以再繼續猜第二階段齁 那第二階段很有可能就變成是 555啊 和這個黑點 對決 夏特和TWA 誰能贏 也很難說 真的 因為 夏特TWA M們都已經是超強的皇帝 分封無數個了齁 那第三區 就看狀況了 希望我猜的是對的 齁 那如果我猜的剛剛好是對的話 就 反正盡力而為啦 真的 玩爺隊 要盡力打啦 今天都已經開滿 招兵了 如果打得真的很掉漆 那也真的太丟臉了齁 真的 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齁 欸 我介紹一下好了 第一階段 我來介紹 我從來 從來再介紹一下大家的陣容 陣營齁 就是 以免大家看不太懂 這邊的話呢 三個蘋果是同陣營的 那其他像太陽啦 龍啦是同陣營的 第一區 第一 第一區是很好看的 第二區呢 那個摩天輪啊 理髮廳啊 理髮廳就是仲尼齁 然後 太陽啦 通通也都是同陣營的 我這邊等於全部都是同陣營的 那第三區呢 其實是呈現一個 四打四的情況齁 搖雲 太過分了 玩爺 特級小兵 四隻 打豬 檸檬 碰 還有那個 戒指齁 愛國的 四打四 那第 五區齁 第四區啦 第四區的話呢 呈現的是 四打四的狀況齁 呃 我講說 像 右上角的 TWN 橙犬 還有那個TG 番茄齁 是一組的 那剩下的四隻呢 也是一組的 那第五區呢 是 第五區全部都是一組的 蘋果 沒有第五區 貝勒不是一組的 七隻都是一組的 就對了啦 蘋果跟 颱風 都是一組的 啊 貝勒就不是 好 那希望大家可以 看看對不對啦 啊如果不對的話 你在十二點之前 都可以再更改一下 好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